有一個全身綠色皮膚的人類 當我醒來時,我發現我躺在沙灘裡面 眼前出現了一部機器 機器裡面寫著高塔就會是一切的關鍵 據說被藏了一切的真相 我不知道這是什麼意思 我首先觀察四周圍 有一些很奇怪的生物 這個地方叫風氣之憂 風氣之憂有一個叫傳送器的東西 可以讓我傳送到其他地方 在旁邊有一個叫探險都的幸存者 他表示這個島其實是地獄 所以希望我可以生存下去 並且給了一些基本物資 給了一個木材10個給我 在這期間我都去到收集不同的資源 包括木材、樹果、石頭等等 再細心看看附近其實都有很多不同的生物 幸好的是我地上收集到一個叫柏魯球的東西 這個柏魯球據說可以捕捉眼前的生物 看看我可不可以成功捕捉它 我首先削弱它的血量 然後去扔這個柏魯球 好可惜這個精靈的獸太強大 所以我沒有辦法捕捉它 所以我就選擇去收集更多的物資 在眼前出現了一個寶箱 這個寶箱應該都有些東西 有些金幣、一些箭 還有一個叫小型柏魯之雲 但是暫時不知道有什麼用途 第二個柏魯球終於成功捕捉到 第二個柏魯球終於成功捕捉到 並且把這個級別提升到3L 看看有沒有機會可以第一隻柏魯球捕捉到 我們選擇就是這個3L的柏魯球 我們嘗試打一下它 它很頑強 但也完全毫不還手 血量就這樣降到最低 後面一直做駕駛 因為這個世界的生物實在太強 所以我必須要更加謹慎 去面對每一次的冒險 當我醒來的時候 我就選擇 試試可不可以用第一個同伴 去幫我收集資源 發現它原來都可以跟我一樣去到 掘礦 在這個期間 我就跟它掘了一陣的礦 然後再向其他地方進化 發現這個地方很多奇怪的失物 包括剛才的漫馬 企鵝 但我都不理 這個時候再去開啟另一個傳送門 以及收取更多資源 這個時候發現到一個賭蜜 這個賭蜜問我們是否是外地利 它的表現都沒有很抗拒 並且他送了一些碎片作為禮物給我們 然後有一個翠葉鼠的雕像 這個雕像究竟有什麼用 我們暫時還未清楚 前面有一個飄留者的手記 這個手記記載著一些冒險 相信這個飄留者就是我們的前輩 讓我們早一步來到這個地方的人 遲些再有機會一次過看這些手記 去到另一個地方之後 我發現有一個綠色的柏球 這個就稱之為高級的柏老球 這裡開始有些奇怪的生物 也有一些是空中飛 但現在的我應該沒有任何能力可以捕捉到 因為實在太過強幻了 在這個時候我發現到一些狀況 過去看看 原來是一群獵狼 在這裡對著這個叫做波拿兔的生物 進行這個弱肉強食 一個獵殺的行動 嚇到旁邊的一隻小生物都離開了現場 在這個地方我想試一下我可不可以成功用這個柏老球捕捉到 趁他們不為意的時候 這個機器顯示只有1%的機率 丟過去就有9%的捕捉機率 可惜我們成功引起他的注意 所以我們要立即逃跑 因為我們絕對不是他的對手 他們有10% 相信他一下子可以打死我 所以我這個時候就立即爬上石頭 不要讓他打得到 對面一開始都好像沒有什麼攻擊的威力 因為基本上都是近戰 但他竟然有遠程的攻擊 幸好有石頭的掩護 所以沒有攻擊到我 非常幸運 這個時候我就爬上石頭 看看可不可以有其他資源 或者有一個地方可以作為一個據點 看看這個風景 再看看我的帥哥的樣子 又是時候繼續走 我可以把第一隻的精靈變成傻強 他有這個採佛領袖 可以提升我們的採佛能力 雖然好像沒什麼用 但作為第一個伙伴 這個技能都可以說是有些用途 當我爬上差不多頂的時候 就發現了一個野豬 這個野豬以話不說就立即衝過來 但因為 野豬的行徑只是向前衝 所以打不中我們 那面對這個6個野豬 我沒有辦法再任何攻擊 因為我沒有任何武器在手 所以我只能逃跑 來到一間叫破敗教會的地方 打開了傳送點 以及收拾了一些物資 我發現這裡有一個雕像 看來可以強化能力 但這裡我們不看太多 我決定把教會的後面 變成我們的據點 這個據點應該相當不錯 傻強打算叫他出來做事 但誰知道把頭塞進去 都不知道是聰明還是不聰明的表現 這個 製造一些初階的工具 包括石斧 十字稿 以及火具 這些之後 我就可以繼續去到 興建我的據點 我決定把這個地方 作為我的據點 解鎖一些建築之後 就去到清除一些地方 然後就找一個合適的位置 放這個據點中心 就可以把第一個伙伴傻強 放入到中端中心裡面 他就會在這個範圍裡面 進行一些工作 為此我們需要做一些床鋪 作為他休息的地方 當我們收集好一些資源 就可以找一個地方去建築他 我發現傻強是不會來建築自己的床鋪 但傻強看到一個食物盆 異話不說就衝過來自己建築 看來這隻傻強也是一個貪吃的小生物 傻強第一個工作 我們看看他在做什麼 他原來是懂得搬運一些食材 是一個挺有用的工作 為免傻強沒有地方放一些資源 所以我們就做了一個木箱給他 他都一起幫忙 都是一個很有用的小伙伴 這個時候我就佛一下這個據點的木 去擴張一下自己的地方 以及收集更多資源 這個時候發現了一個流浪商人 這個流浪商人 都穿了一個很氣派的服裝 慢慢走過來 他們跟我一樣 不是我不是一堆 我是高一堆少少 但是一個沒有裝備的人 這個商人買的一些商品 其實我大部分都會用到 但是唯一不行的就是 我沒有更多錢在身上 所以我沒有辦法去買更多的資源 在這個流浪商人 所以我就放了他走了 先期 我異話不說把這個魄魯球 扔掉他在背部 看看能不能成功捕捉到他 但他只有400%的機率可以捕捉到他 可惜捕捉不到 這個時候流浪商人 對我們產生了一些敵意 但不要緊 我就馬上回抗道 等他打不中我們 而就靠傻強去攻擊他 這個時候傻強被人開了兩槍 扣了超多血量 所以我馬上收回去 並且再次放出傻強 流浪商人都不是蠢 很想找到我的位置 但由於我採取這個爪掩護脈的方式 所以他打不中我 與此同時 流浪商人已經剩下很少的血量 我亦都要看著傻強的血量 不要讓他打死傻強 畢竟傻強是我們第一個伙伴 我們不能讓他死 傻強再次受到一槍射擊 這個時候我發現 流浪商人的子彈 其實他不是無限的 他有上彈的動作 即是說他的手槍是需要上彈才行 所以我就決定等他射完子彈 然後再派傻強去攻擊他 其實我本身也是打算捕捉他 但可惜的是傻強一招就把他收了一攻 所以我們無法去招募他成為我們的員工或是我們的夥伴 當我收拾完屍體後 我就去罰更多的木 去收集更多的資源 因為現在我們需要大量的資源去做一些建築 入黑的時間 天氣開始變動 所以有點寒意 這個時候我做了一個營火去取暖 並且可以照光周圍的範圍 這樣就不怕有些奇怪的生物去襲擊我們 然後當我打算叫傻強去幫忙做這個營火的時候 發現傻強已經二話不說衝到他的床上 然後睡覺了 看來傻強是一個早睡早起的小朋友 好 大家好 今次這個遊戲其實就是近期很Hit的一款遊戲 亦很受爭議的一款遊戲 就是POWER WORLD 拍老世界 這個遊戲集合了很多元素 我都蠻喜歡玩的 我大概都玩了 都應該玩了五十個小時以上 而且我都覺得這個遊戲 是很多拍片的空間 以及很多地方可以發揮 所以我就會用它來拍一條影片 並且其實這條影片 是我之前曾經說過很想做的一個剪片的風格 一個影片風格 以往一邊拍一邊玩 比較原始一點 原汁原味一點 但這次其實就用了大量的一些時間去剪接 大家可以看到有配音 有音樂等等的東西 這個其實就是我以前 大概這幾個月 甚至 抽了半年時間去看這個市場 究竟用什麼風格 會好看一點 吸引一點 我其實都蠻喜歡這種風格 我想轉這種風格 看看大家覺得好不好 如果真的可以的話 我之後如果真的會拍Pokemon 一些遊戲 都會用這種風格 就不會再用那種 原汁原味一邊拍一邊玩的風格 大家如果喜歡這條影片 記得給個Like 這個Like其實就是 會告訴我 你喜不喜歡這一種的影片風格 如果超過大概20個左右 我就盡快去拍新的一集 去剪下一集 拜拜